王调决说这盘棋 他要吹嘘一辈子 为啥呢 他赢了一个比王天一还厉害的人 关键是最后入局的招法 非常非常的精妙 匪夷所思 让人看了之后又拍案叫决 我们来看这个精彩实战 对手啊 自称赛天一 冷门开局 跳个鞭马 黑棋呢 架个东炮 跳了鞭马不能两马护中兵了 中度进攻 红旗上马 黑棋上马 红旗先挺兵 活动鞭马 黑的出局 黑棋出局之后 红旗没有出局 他呀来的时候跳马 黑棋你要是把炮打掉 他顺势打过来 调整这个阵型 黑棋呢不理他 高炮抵住他的马 你现在你不好意思打呀 你打 黑棋把这个炮一吃 那红旗的这个阵型呢 很不协调 红旗选择了一手冲兵 那黑棋高居 红旗呢 就把鞭炮走开 鞭炮走开之后 那你这个红马呢 你就是血涌难关 马不前呢 你这个马可就没有 进路了 但是他平完之后 他有个什么棋呢 他有一个 进鞭兵 吃你的包 你又不敢拱 有这种棋 那黑棋呢 就跳个边马 铺住边线 红旗出狙 黑棋也出狙 红旗出狙之后 黑棋出狙之后 下一招 扣中一僵 抽这个马 红旗呢 捕后中路 黑棋 对足活马 红旗只能接受 黑棋吃掉 红旗呢 再补一手试 以后准备出个贴身鞠 黑棋呢 选择了一手 瓶炮 吃马 红旗呢 选择了一个 马踩编足 黑棋呢 举尖 下一招 要瓶炮打马 那逼迫着这个红旗呢 换掉这个炮 这个 开局 炮的价值 要比马的价值啊 要高 应该说这个马换炮 红旗还是占便宜了 但是这个鞠 已经是杀出来了 以后啊 要点住 吃这个马 你现在呢 红旗呢 双鞠 没有出路 鞠路不明 赶快平炮 两鞠 不能两鞠都不出啊 黑棋 进居伴主要吃马 红旗被逼无奈 回去了 黑棋呢 他也不着急 来打这个 兵 中兵是个死的 子子不及吃 退回来 下一招 还准备 吃兵 拉住你 而且呢 他 这个 契合之后啊 红旗呢 他走不到巡河 他没有好点 你这个鞭炮 你总不好意思 打人家个鞭马吧 红旗呢 先出鞠 黑棋呢 就先把这个兵干掉 红旗 二路鞠点过来 黑棋呢 就上马了 红旗平炮 平炮 一个是牵制你的 七路线 再一个呢 以后给这个马呀 留个点以后呢 上来了 那黑棋 踩进去 踩着炮呢 红旗平个炮 黑棋 又上马 放弃了这个中族 红旗吃掉 黑棋呢 吃足 给你腰对 你要对局呢 你帮黑棋走一步棋 黑棋马跳进去了 又瞄入你俩炮 红旗呢 平局 瞄入像 要打像 这个带将打以后 他四边炮呢 太厉害了 太凶残了 肯定不让你吃 红旗呢 又平个炮 以后就平局 空马 杀底势 黑棋呢 飞个像 黑棋啊 其实可以直接就来一个一马换双像 他是担心自己踩像之后 红旗有一个大象匠 所以说呢 先飞个像 下一手就准备一马换双像了 红旗呢 就一捉 捉着马杀着底势 被棋跳进去 他又过来一抓 这个马呢 这个马呢 就不敢逃了呀 一逃 装局杀士 这时候啊 黑棋 走了一手 禁足 宋族 给你吃 黑棋 空气呢 实战呢 他是 用像 飞掉了 这个象一飞之后 可不得了 我们下面就欣赏这个 黄铁锤 精妙的这个入局片段 看了之后啊 你要是不拍桌子 我都服了你了 空气 黑棋怎么走的呢 幻家呢 来了一手 气局砍中式 这招棋 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那你也只有吃掉 吃掉之后 本来我们以为他会 回来将一下来抽局呢 那你就错了 跳中 你要是走一手 帅武平四 那采局 又带响 你这个局 垫到中的话 进局一将 只有下局 一跳双将绝杀 所以说那他 帅呀 只能往这边跑 往这边跑 他也不将军 他也不吃鞠 哎呀 又来了一个 他先将了一军 先将了一军之后啊 他也不踩你的鞠 他也不将你的军 哎呀 再送你一个炮 这招棋 走的实在是太精彩了啊 拉住你之后 下海招 一跳马 双将 利用白脸将 绝杀无解 怎么样朋友们 精彩不精彩 觉得下的精妙的 大家可以在弹幕上 或者评论区来一个666 我会不会再给你用这个视频的 我会不会再给你用这个视频的 最后一会不会再给你用这个视频的